如果一着相 这要记住 为什么 与我们修修关系太大了 一着相 就是佛报 断无修善佛报 来生在仁天 大概出不了预解 在仁天念头 不着相呢 不着相是功德 超越施法纪 超越六大轮回 这个账要算清楚 这一关好好的拔出 千万不要走错路 一个是六道 初始法界的道路 一个是在六道轮回 仁天念道 想一点吃福 你走的是哪一条路 所以放下 看破 在哪里学 在日常生活当中学 时时刻刻 念念不识 早晨起来 睁开眼睛 看外面东西 要把它当作电视来看待 眼睁的 耳天的 身体接触 全是梦幻泡眼 波罗经商 告诉我们 一切法 无所有 毕竟空 不可得 在所有境界里 不要齐心动力 动一个善念 三善道的国宝 动一个卧念 三善道的国宝 你自己要负责任 三图六道 成佛成菩萨 都是你自己的事情 与任何人都不相干 与别人相干的话 我们就不要修行了 佛菩萨大慈大悲 那都帮助我们成佛 佛菩萨办不到 一切的一切 都要靠自己 自己要负百分之百的责任 真正想修行 从断卧修善下手 要让自己心里 没有一个窝 看到别人做窝 把这个窝 系在自己心里头 自己的心就变成窝了 你受他感染了 他的那个病传染给你了 这是真的 你必须做如是想 他那个善念 你记住 放在心上 那个善念传给你了 你得的不错 你得的这个病是善 不是我 我 就在善土 善就在善善土 你是一个很容易被传染的人 就说有人说 你的免疫能力很差 免疫能力差的原因 就是没有自信性 很容易受外面境界影响 凡是不受外境影响的人 这个人决定成功 现在修行 比古时候难 难在哪里 没有修行的环境了